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是台北时间9月9号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的华尔街财经节目 美国对华为寄出的封杀令将在15号生效 也就是说再过6天 该公司就无法在未尽特别许可的情况下 来取得半导体 而随着禁令时间越来越接近 各家厂商也开始陆续宣布将断供华为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继台积电早前宣布14号出货之后 将不再为华为生产芯片 现在也传出三星跟SK海力士 将在15号起停止跟华为的交易 知情人士透露 如果厂商在禁令生效之后要向华为供货 必须要取得美国的批准才可以 但是目前业界认为 以美国对于华为的态度来说 难以确定是否可以获得批准 根据供应方的消息人士透露 因应美方禁令 华为先前已经大幅的增加台积电5奈米的订单 目前台积电正24小时不停的赶工 要在9月14号之前全数出货给华为 之后将不再接华为芯片的订单 因此华为也急着催促台积电赶快交货 尽管如此 华为方面还是持续释出利多消息 新浪财经报道 华为将在10号的开发者大会上 推出鸿蒙2.0 几款搭载该系统的新终端将会很快发布 今年华为新推出的智慧手表就搭载着鸿蒙系统 华为消费者业务CEO宇晨东 在大会开幕前也罕见的发言 透露鸿蒙手机的最新开发进度 宇晨东受访时表示 搭载鸿蒙系统的手机最快明年就可以推出 华为公司研发鸿蒙系统已经有10年的时间 期间投入资金人民币上亿元 目前的鸿蒙系统已经有安卓系统80%的水准 他甚至预言 如果美国进一步的制裁 导致中国大陆所有的公司都不能够用安卓系统 这个时候鸿蒙系统就可以取代安卓 而鸿蒙的生态也将取代谷歌的GMS 同样是有关于中国芯片禁令的消息 9月4号路透援引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 川普政府正考虑将中芯国际列入到贸易黑名单当中 理由是中芯国际涉及军事行为 该公司5号也紧急发布声明指出感到相当的震惊 澄清公司从来没有任何涉及到军事应用的经营行为 跟中国的军方毫无关系 消息传出之后 作为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 中芯国际7号在港股的股价暴跌23% 在中国大陆的A股也跌了11% 两者合计该公司的市值增发超过了60亿美元 BBC报导指出 之所以只称中芯国际涉均 是因为该公司最大的股东之一是大唐电信 而大唐电信不仅有董事会的席位 也是中芯国际的客户 但是同时大唐电信也向中国解放军来提供装备 这部分的军队联系 显然跟中芯国际的声明有所出入 市场研究公司Radio Free Mobile 创始人李察的温莎分析 对中芯国际来说 禁令实施之后 公司将没有办法对其美国产的设备来进行软件的更新 或者是取得来自供应商的技术人员来协助设备的运行 甚至该公司也没有办法购买更多的设备 包括了技术升级之后的新装备 如果这样的情况长期的持续下去 这意味着追加公司将会面临到直接关门的生存威胁 更有盛者分析师认为 如果禁令成真的话 不仅会危及中芯国际的生存 继而还会打击到北京发展中国半导体产业的规划 而半导体产业是中国制造2025的重要部分 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表示 2019年在中国使用的所有计算机芯片当中 只有16%是本土生产的 而中国政府则希望到2025年 可以将这个比例提高到70%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 芯片行业门槛极高 EDA软件跟EUV光科技被少数几家企业垄断 任何国家想要全面赶上都相当的困难 然而中国芯片需求强劲 一旦封进的话 中国将被迫面临到芯片全产业链自主研发的窘境 短期之内将影响到中国相关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但是长期来看如果发展完备的话 则最终可以突破欧美的垄断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 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中心事件、华为事件等是全民的警醒剂 提醒芯片行业短板跟必要性 有积极的一面 而要突破这个核心技术 中国要有板凳坐十年冷的思想准备 不过一旦中国芯片业受到冲击 其他的国家也无法置身事外 香港经济日报报导 美国政府拟一对中心的限制 也可能给应用材料 柯林研发跟日本的东京电子等 芯片制造机械供应商来带来沉重的打击 路透认为这不仅会削弱 他们目前的销售跟服务的业务 还可能会夺走中芯国际扩张计划带来的商机 另外分析师也指出 美日跟荷兰等芯片设备 如果不能卖给中国的话 也不太可能让中国本土的芯片设备供应商受益 因为没有哪一家公司 可以取代技术更先进的外国公司 不仅如此 中国芯片技术跟设备生产商 非但不能够受益 反而会被间接地波及到 路透引述中芯里昂证券分析师 并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写道 有人可能认为 中国的设备跟材料供应商 将因为去美国化而得到进一步的提振 长期来看这可能没有错 但是如果中芯国际的生产线瘫痪 这些中国设备跟材料将没有用武之地 包括像是北方华创和中维半导体设备等公司 现在可能都面临到威胁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宣布将暂停美国公司 跟微信交易的行政令 在业界宛如投下了一枚震撼弹 微信母公司腾讯积极地想办法要挽回局面 甚至砸下了大钱聘请了几名税客来为其辩护 美国政治新闻杂志Politico报道 腾讯新聘用的游说人员 包括了美国前代表埃德·罗伊斯 他是来自于加州的共和党人 曾经担任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并在其16年任期之内提出了许多针对中国的法案 罗伊斯在2017年提出了一项名为 通过制裁打击美国对手法案的制裁法案 该法案曾经被用来惩罚中国军方成员等 另外他还提出了要加强台湾防务跟国际地位的立法 他从1993年开始就在国会任职 一直到2019年才卸任 根据国会的游说披露表 腾讯今年聘请了罗伊斯跟其他五名前国会助理 在国会山来代表其利益 另外他还雇用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来进行游说 接下来看到中国正面临到严重的人口危机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作为中国东海岸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 宁波市的人口约为850万人 跟纽约的人口规模相当 但是当地政府却在最近的一份报告当中指出 今年当地新生儿数量只有3.6万 比去年的49,464名新生儿急剧下降27% 根据宁波市卫生部门8月底公布的半年报显示 今年上半年宁波市新出生人口为17,945人 同比下降将近20% 到目前为止 宁波是唯一一个公布半年人口最新状况的中国城市 尽管宁波的人口估计只代表了一个城市 但是它却加剧了人们对于中国出生率下降的担忧 中国在2016年结束了实行将近4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 允许每一对夫妇生养两个孩子 但是公民结婚生子的意愿却大幅的降低 报道同样以宁波为例 今年上半年在宁波生育的妇女当中 生二胎的比例为38.9%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5个百分点 从这里来看 中国的出生率也是惨不忍睹 资料显示去年中国新生儿数量降到近60年来的最低点 去年中国新生儿数量为1465万 低于2018年的1523万 婴儿数量为1961年以来最少 对于少子化的现象 宁波当局表示 他们计划改善公共服务跟基础设施 提供更多的托儿所选择 希望能够借此来鼓励人们生孩子 但是这些措施能否真的见效 恐怕还有待观察 最后来看到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 出乎意料的落选标普500指数的成分股 这个坏消息也终止了这家公司高歌猛进的股票涨势 特斯拉股票8号大跌21% 创下了最大的单日跌幅记录 公司市值一口气大减约820亿美元到3077亿元 执行长马斯克的财富也出现了创纪录的损失 一夕之间暴减了163亿美元 华尔街日报报道 对于看涨的投资者来说 这个消息显然令人失望 因为这些投资者给予特斯拉会纳入指数的预期积极的建仓 甚至在特斯拉公布最新的季度业绩报告跟拆股计划之后 许多的投资者都大举的押注该股将继续的飙升 但是他们可能高兴的太早 尽管特斯拉符合纳入标普500指数的资格 其中一个条件就是 必须要连续四个财季录得利润 包括了最近一个财季 但是数学公式并非决定标普500指数 临选标准的唯一条件 决定哪一些成分股可以入选标普500指数 首先是一套基本标准 包括了总部设在美国 股票在美国的一个主要交易所交易 以及其他的几条规则 除此之外 标普500指数的构成 由其指数委员会自行决定 该委员会可以修改选择成分股的政策 并且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出例外的处理 针对特斯拉闯关标普500指数落空 分析师指出了几项可能导致该公司未被纳入的因素 包括了盈利能力的指标 以及向其他汽车制造商出售碳排放积分等等 特斯拉的财务数据显示 该公司过去四个季度出售碳排放积分的收入超过了10亿美元 是其过去四个季度利润的两倍之多 对此Mellon指数业务和策略主管Stephanie Hill 在标普宣布上述消息之前的评论当中写道 盈利的质量可能是一项关键的问题 特斯拉的获利能力之所以为正值 是由该公司向其他汽车制造商出售碳排放积分推动的 这些汽车制造商为了要达到排放的标准 需要碳排放积分来进行冲底 Hill表示特斯拉的股价随着该公司回报的可持续性而波动 这也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特斯拉公布最近才计出售碳排放积分收入为4.28亿美元 净利润则为1.04亿美元 不过上述入选的决定并不意味着特斯拉短期之内 不会被纳入标普无法指数之内 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的一位发言人 之前曾经对华尔街日报表示 由8人组成的指数委员会 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候新纳入一家公司 即使是指数季度评估之外的时间也是可以的 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 华尔街财经的主要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